好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这个phonegap网站 特别说phonegap网址记得是这个 build.phonegap.com 请务必把它写在一个你记得起来的地方 或者最后甚至你可以不用10倍 就是build 就是建立 .phonegap.com ok 那进来之后我想 因为目前它只有一个免费的 也就是你要创立第二个第三个的话 是要付费的 不然的话你变成要把旧的删掉 那旧的删掉每一次都要删掉 其实也很麻烦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一个方式 你可以怎么样 把你的 它帮你怎么样呢 帮你建立好的一个 就是apk档 下载下来 传到云端硬碟上面 做分享 ok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先把这个compiler之后的 就是编译好的这个小绿人点一下 这个时候它会帮你把它下载下来 各位可以看到下方 它的档案大小是416k 在下方就出现 这个就是ap 就是这个这个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跟别人分享 第一个 先把它在这下载中显示 名称刚才改一下好了 也把它改回来 叫106app.apk好了 名称改这样子 ok 第一个 那再我把这个 这个检视换大 换图示 就这一个 106.apk 那其实 交个一个方式 就是说 它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其实教各位 第二个是 其实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甚至可以破解它 也就是说 其实 看起来它是包成一个apk 但实际上它里面所有东西 都完全没有保护的 就是 如果你要破解的话 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如果它就用phonegap写出来的话 难怪现在我觉得 如果它就用phonegap写的 它会非常低调 为什么要很低调 因为 如果你知道它用phonegap 你要知道它怎么做的非常简单 它就直接可以打开 那怎么打开 教各位 如何破解 phonegap做出来的app 完全可以 一清二楚 首先第一个步骤 它原来是apk 对不对 请你把apk怎么样 把它副档名改成vip就好了 副档名要怎么样让它显示出来 请各位自己在工具里面那个 资料夹选项 检视里面有个什么 隐藏已知的副档名这边 打勾取消掉 这个地方 我想这个自己找一下 应该不难找 隐藏已知 档案内前的副档名 打勾取消一下 那它就会显示副档名 然后如果已经显示就不用改 再来把它改成什么 vip 它的副档名改vip 那其实apk 其实它就是用vip压缩的 所以enter一下 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一个vip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或者解压缩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 它因为我这一台是装RAR 所以解出来之后呢 就会里面有相关的档案 都可以看得到 完全没有保护了 那我怎么知道